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Vincent老师 我看人家白净谈嫩的好肤质真是羡慕 我要怎么做才能拥有呢 哦 不用急着羡慕啊 用对一个成分您也可以拥有好的肤质呢 那就是维生素C了 首先这个维C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举个简单的例子 咱们把蛋白质的比喻成面粉 而维生素C比喻成酵母粉 胶原蛋白就相当于是面粉和酵母粉 发酵出来做出来的一个诱人大馒头呢 也就是说维生素C在胶原蛋白合成当中 起到一个酶的催化作用 蛋白质是胶原蛋白合成的几组物质 所以维C和蛋白质含量的充足相辅相成 皮肤就会胶原满满更紧致更光滑了 改善皮肤松弛和皱纹呢 哇哦 原来是这样 有了维C皮肤倒是痰嫩了 那它还能帮我白净吗 那当然了 要说维生素C是抗氧界的YYDS 一点都不为过 它能够帮助增强肌肤抵御紫外线的照射 保护皮肤不受到伤害 同时还能还原咱们皮肤的黑色素 减少黑色素的产生 您看 要不怎么说 这维生素C作用很强大 那温泉老师 我们日常饮食要怎么补充维生素C呢 嗯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 维生素C是咱们人体无法自己合成的 那必须通过食物摄入才能得到 我们常识里面就会知道 最多补充维生素C的方法就是 比如说喝柠檬水啊 多吃一些瓜果蔬菜等等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水果的吸收率不高 或者是蔬菜在加冲的过程当中 浸泡了 炖煮了 或者煎炸的方式 都会导致这个维生素C丢失仪破坏掉 那如果缺乏维生素C呢 就会导致比如牙龈出血啊 皮下雨点啊 骨气疏松啊 或者等等的一些缺乏性问题 所以适量补充的目的 是补充膳食当中摄入的不足 同时能达到预防缺乏性疾病的一些发生 科学的补充啊 让健康啊 以及美肤这个事啊 事半功倍呢 那如果是维生素C 营养补充剂类型的产品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 好 那其实营养补充剂啊 既然是内用的产品 所以啊 我觉得啊 产品成分的安全性 以及有效性 应该是着重最关注的 您比如说 从这个蒸面樱桃当中 萃取出来的 天然维生素C 含量就很高了 而且呢 营养的物质也很丰富 在机体当中啊 活性更强 也就更加安全了 就是很好的一个成分 总的来说 维生素C的存在 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 还能还原黑色素 同时啊 增强肌肤的一个抵御力 达到实力抗养效果 想了解更多美肤小tips 继续关注美肤解惑 莉玲说